今天我们来炒藕片 教你脆甜亮白不发黑的技巧 首先就是选择年藕 年藕一定要选择新鲜 没有隔夜太久的年藕 两头的藕结一定要在上面 要不然里面会藏泥沙 炒藕片的话 还是要这种新藕炒出来才会好吃 先将藕的皮给修掉 然后清洗干净去掉两头 再切成薄片 切片的时候下刀一定要稳 这样切出来的藕片才会厚薄一致 切好的藕放在清水里面 稍微给它抓洗一下 洗掉表面的淀粉 这样洗过的藕片口感会更加的清脆 然后再给它冲洗干净 再加入清水 加入一小瓶盖的白醋 给它浸泡一下 这样也可以防止它氧化变黑 一小节生姜给它切成末 半个红辣椒切成丁 切好之后分开放进碗里面 然后再来调一点料汁 一小勺食盐 一小勺白糖 加入一小勺淀粉 然后再加入四勺的白醋 加入小半碗的清水 将它们搅拌混合均匀 然后将藕片控干水分 炸锅开水 水开之后下入藕片煮至半透明 大概需要半分钟左右 然后捞出放一旁控干水分 热锅下凉油 然后下入姜末 下入藕片 大火给它翻炒一下 翻炒不到一分钟左右 然后再调入刚才调好的料汁 大火给它翻炒一下 炒至锅里水气收干 然后再加入红椒 将它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非常简单又美味的花藕片就做好了 撒上一点葱花增加香味 这样做好的藕片清脆爽口 而且颜值也是非常的高 完全不会发黑 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试着做一下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就请点个赞关注一下 我是阿鱼 拜拜 拜拜